朋友们好 今天看了一个电视剧 其实这种的影视作品 已经看了很多很多 尤其是一些悬疑的电视剧或者电影 同样一个人 他呢 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这故事情节是跌宕起伏 悬念丛生 但是当你看到结尾的时候 原来是这个人的第二人格 在操纵了这一切 其实所有的故事情节 都是这个人 他的意想当中 杜撰出来的 其实根本就没有发生这些事情 只是说他的第一人格和第二人格 在做一个激烈的斗争 我不知道有我们的网友朋友 就是您在现实生活当中 与您在网络上 您的观念 或者您所做的事情 发表的评论 是否是相匹配的 是不是与您实际生活当中 是同样的 那么在这里 我突然就想到了这样的一个话题 感觉其实怪怪的 而且是也感觉就是包括我自己也是一样 就是我在录制视频 还有在评论区里对其他博主的视频 做评论的时候 只是凭借着当时的一种 特别冲动的那种感觉 及时的就把自己那种 后期想一想 这个评论写不写或者怎么样 无所谓的 就是很偏激的一个想法 然后就在评论区里面推出去了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在表达自己 其实那个时候 后期发完点击发送以后 才感觉 哎呀不对呀 这个与我自己所平时所认知的 和我自己想表达的 不一样 但是呢 在写这个评论的时候 当时的感觉是一种义愤填膺 而且正能量满满 可是呢 发布完以后 再回头看这个视频 这个作品的时候 真的是与自己所评论的那个东西 天差地别 不一样 而且与自己实际生活当中的 这种性格表象 是截然不同的 因为在那个时候 写下那个评论 包括说看到那个视频的时候 再去翻看其他一些视频内容的时候 突然感觉自己冲动了 而且语言表达的不是实际生活当中 那个真我 就像我做了很多的一些视频 其实每个视频我都非常非常的认真 但是我有一个特别不好的一个习惯 我不去写像别的博主一样 写一个文案 然后把主题 还有就是想表达的内容 包括整个的一个过程 要写那么一个东西 我呢 就是没有这个习惯 所以说很多视频制作的时候呢 就是一气合成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从来没有剪辑过 没有像其他的博主 眼睛看到一个地方 然后一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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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然后念下来 没有 就是纯粹的一个口部 想表达的一个思想呢 可能有的时候 出去了 可能就是走了一部分 不是自己表达的 可能是临时发挥的 但是呢 我回看的时候啊 还好 把自己主要的东西都表达出来了 但是呢 有很多时候我自己呢 大家看到我的一些口头语啊 就是频繁的出现 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在克制 也是在思考 在挽回找自己的这个主题 所以这就是我这个视频质量 相对来说比较差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 那么我今天聊这个话题 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我看到了 就是我发的一些视频 我的一些粉丝 和很多一些反对的那些网友朋友 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而且是一些反对的这些 这个反对我的这个视频内容的 这些网民朋友呢 他们呢 其实跟我是一样的 就是把自己固化到一个东西里面去 比如说我说那个郭德纲 和主流媒体这一块 就是大家呢 就是选择了排斥主流 排斥江坤 那么他们呢 就用尽一切的一些思想 和一切的表达的文字 来反对你 而反对你 他不去找什么逻辑 包括很多朋友说 那既然你说 郭德纲 跟这个主流媒体 达成了一个和解 那你把事实的那个视频发给我呀 让我看看呢 说实话 我想发 但是呢 我不会剪辑 我没有什么团队 就是一个小白 那么呢 因为有很多的一些视频内容呢 就是一个片段 比如说 就是为什么说 郭德纲 与这个主流向上媒体 这一块 达成了一种和解呢 就是在一次会议上 郭德纲 郭夫人 手捧了鲜花 与这个主流的 就像这个周伟啊 还有李金豆啊 然后包括主动握手啊 包括这个鲜花呀 其实这是很明确的一些讯号 其实呢 有很多时候 不需要 那个在公众媒体上 出现 几个人 或是这些人 坐在一起 把酒烟花 然后互相 含那个 虚寒问暖 互相寒暄 然后 说一些官场的一些话啊 其实不需要 只需要行动就可以了 但是呢 有些朋友说 我没看到 或者说是你给我找出来 首先我就说 我不是专业做自媒体的 我只是看到了这些东西 这是实实在在客观实际存在的 但是你就是想屏蔽这个东西 即使我给你找出来 贴到我这个视频上来 你也不会相信的 可能你依然会呢 他们也没有说话啊 就握手 那就是礼貌性的 象征性的 所以说 没不存在任何意义 因为有很多人黑粉啊 包括就说是这个 网黑啊 他就是在人为的制造矛盾 他们就是在拨眼球 如果他们不去制造这个矛盾 你会看吗 因为我刚才讲的 就是人格是分两块的 因为你想看到的是什么 就是想看到一种很撕裂 很这个像爆炸的那种 那个新闻性的那种东西 因为你们就想看到这个东西 你们不想去看到就是双方 哎呀 他们已经拥抱了 他们已经是这样 到那个时候很有可能说是 哎呦 老郭呀 不得不向主流去低头 怎么怎么样 那所以说 即使我拿出任何的一个东西来 你们都会把耳朵塞住 不去听 我不看 我不听 我不听 我不看 我不看 你这些东西都是假的 那他是被打压的 没有办法 所以才去屈服 依然会是这样 所以说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有一个什么 就是人格分裂呢 就是我们在网络上 与现实当中的我们 始终有一个 有一道墙 现实生活当中呢 是真我 网络上呢 是第二个你 包括与同事 亲属 朋友之间 这都存在着不同的一个人格 这个就是我们 目前很多影视剧里面 所展现出来的 其实我说这个问题 就是客观实际的 因为当你想屏蔽一些东西的时候 你看到什么东西 你都会想尽一切办法 告诉自己 脑海里有个小人 说这不是真的 这不是真的 其实你相信这是真的 但是呢 你只是不肯去承认 在网络上 朋友 亲属 那么亲属这块呢 有远近 朋友之间呢 也有远近 包括直系亲属之间 就像兄弟姐妹 也有一样 如果兄弟姐妹之间 人很多的话 兄弟姐妹很多的话呢 也有一二三 所以说 我们每个人的人格 都有N个 每个人都会区别对待 所以说很多事情 尤其在网络上 暴露出来的 可能已经是你第N个人格 当然了 这不是一个什么坏事 但是呢 我想表达的一个观点是什么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看开 不要把自己搞得太拧巴 也不要把这个网络弄得乌漆抹黑 因为自己的那个小人格 破坏了一个整个的网络环境 好不好 我不知道大家赞不赞同我的观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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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